大家好 我今天录制一段视频 是录制给习近平先生的 习近平你的第一阶段任务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现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 我命令你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以人民的名义 以宪法的名义 以党的名义 逮捕江泽民 祖孙三人及其私生子女 逮捕温家宝父子及其私生子女 逮捕孙立军孟建柱 附正华及其私生子女 逮捕王岐山及其姚依林家族 移交四方处理 就地勘押 囚禁曾经红家族 希望你不要辜负人民的希望 不要辜负国家的希望 不要背叛毛泽东主席 立即 立即采取行动 有敢于 反抗 反抗者就地处决 并且 把张阳和西月的历史人像 彻底公开 返还张阳和西月 12万亿美元的财产 处决 处决对张阳和西月 采取人道迫害的 共产党的特务流氓 政法系统 政法系统的相关人员 全部逮捕国家 公开处决 一个不留 灭门 罚某一切财产 这是我对你的希望 希望你立即采取行动 我相信这是你最后的 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习近平不要逃跑 你无处可去 拼死一战 才是你唯一的生路 好 我教授这么做 谢谢